杨阳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遇到了于晓彤这个特星 2010年,一则少年宝玉打观众的消息,蓝石凶凶霸占热榜 起因是李少洪导演的《星红楼梦杀星宝》 剧组主要演员一起到社区做活动 而就在活动临近尾声时,台下一位戴眼镜的观众突然跳了出来 冲着场上的人就破口大骂 自然听到这话的众人十分生气,可都努力克制住了 只有年幼的于晓彤很冲动,临走前对着观众一顿手脚比划 要知道,明星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于是,眼看情形不太对,大宝与杨阳紧急站出来 拉住此刻激动的于晓彤,并贴心护送她离开 而让所有人意难平的是,被杨阳全心保护的于晓彤 没有一句感恩不说,还差点反噬掉杨阳的生命 时间飞逝到2013年,杨阳和于晓彤共同受邀参与综艺《星宾报道》 因他们小组比赛失败,需要接受催泪瓦斯毒气的惩罚 三个面具,四人戴 如果每人轮流憋气两分钟,四人都会平安无事 而这考验的就是团队的面具里 谈言自己肺活量很大的张宁江,晒先开始憋气 两分钟后,杨阳顺势将面具给了队友张宁江 可你猜杨阳受不住的时候 她的另外两位队友于晓彤与吴越都做了什么 他们直接选择隐身,拒绝让出面具 长达五分钟的时间里,杨阳究竟吸入了多少毒气 我们不敢想象 可从她被女教官抬除时的重心不稳 被紧急灌葡萄水来看,杨阳真的上得不清 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杨阳就此落下了季节性咳嗽的病干 而如果说这件事,归根结底是节目组 以及于晓彤与吴越等人的问题 那么2014年,杨阳因不满前上次李少洪的安排 与其对不公堂时 新红楼梦其他演员机案并不动 只有于晓彤选择立即取关杨阳 与其撇清关系,就不难看出她的人品 不过被于晓彤深深伤害的还远不止一个杨阳